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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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3月 中央正式批准深圳城南经济特区 这个偏远小渔村 迅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热火朝天的建设背景下 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资金困难 吴南生书记 他是深圳的市委第一书记 也是广东省特区办的主任 他找我父亲 他说 找我父亲 庄老他说 我现在来 就是想做事没钱 你银行啊 你是银行家 认识好多银行的同仁 能不能给我抽点 借点 庄世平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 是中央政府信赖的老朋友 为深圳特区成立出谋或策 鼎力相助 但是对于这宗商业的生意 庄老就远距了 我父亲给他说 你的钱是踩在你的脚下 他说脚下哪有钱呢 我父亲说土地 地啊 因为深圳特区有三二六平方公里 这个土地如果充分开发起来 那土地也是一个珍贵的金子 宝贵的资料 深圳在经济发展资金短缺下 市政府探索模仿香港无声 向外商出租土地 1980年 深圳市政府和港商流天咒合作 开发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项目 东湖例院 有效缓解特区建设的资金问题 土地使用权的有常转让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 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宪法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买卖、出租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后来吴书记和向南书记 他们在研究研究后 报北京中央 中央讨论了以后 一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所 那么导致了宪法的修改 就是对土地使用的修改 使用权可以流转 1981年11月17日 广东省人大通过颁布 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 1982年1月1日施行 明确了国有土地 有常使用的细则 中国正式卖入商品房开发的新阶段 香港的土地拍卖政策 为内地的土地改革制度 提供成功经验 上海的土地制度改革 亦在这个基础上开创新局面 因为香港其实呢 几十年我们这个土地 在这个地埋卖 批租各方面呢 是比较有成功的经验 那当时其实我们上海 也是希望香港能够帮助他们将这个土地 这个应该来配合上海 未来发展的需要 那我自己就聘了一家美国的 城市规划的这些专家 做了一个方案 送给他们去参考 那市长跟卢安区的领导 他们看见之后 就非常喜欢 所以他96年就邀请我说 那是不是我能够参与 在这个太平桥的 旧区改造的这个项目呢 摩康瑞的新天地项目 保留了上海石库门 建筑实体和风格 重新注入新的功能和格局设计 成为上海旧城改造的典范 因为上海是一个海派文化 就是把中西揭起来 我们整个建筑风格 把这个石库门的元素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要把不同的元素 从设计也好 从内容也好 把这个传统 传统跟新的生活方法 一个无缝的结合 其实信念是有生命的 我们其实每天都会 跟我们的消费者 了解它的需要 有时候我们会再往前再看一点 其实一直会思考 未来他们是有什么需求呢 我是总是相信 要是我85年的时候 没有进去上海去投资 我公司没有今天这个规模的 没有可能的 在香港 没办法做这样的项目 所以这个也是 我是能够配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 我自己创造的机会 给我自己 不只是土地制度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港交所成熟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亦为内地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壮大 提供宝贵借鉴 有个多年港交所从业经验的史美伦 在2001年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成为新中国历史上 以港澳台地区专业人士身份 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第一人 我想是看到在香港的监管经验吧 在这个92年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内地的有关部门打交道 因为当时要把H股 说的是国企到香港来上市 还要弄一套机制出来 史美伦在香港证监会做了十年 是其中的两名中国高管之一 被提及最多的成绩 是负责H股公司香港上市 到了90年代 我们就说到这是国企上市 那么当时国家的领导 感觉国企需要改革 那么改革的其中的一个可行的方向 就是到香港来上市 1993年7月 青岛啤酒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从此开启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大潮 2012年就任港交所主席的周重江 对于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和香港证券业发展的关系 感受颇为深刻 我看香港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跟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 大概有三个里程碑 重要的里程碑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个里程碑是1993年 港交所改变了上市规则 容许内地的企业 以H股的方式在香港上市 第二个里程碑是在2014年的互港通 就是上海跟香港股票市场的互通 互联互通 2016年的深港通 把深圳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也连起来了 后来又有一个证券通 就是2017年左右吧 证券通 到了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在2018年4月24号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年多 是在我一任港交所主席之前四天公布的 容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到香港上市 容许没有盈利报告的生物科技公司 能够在香港上市 港交所的改变上市规则 从香港的证券市场 由当年大概三万亿港币的市场 变成今天五十二万亿港币的一个市场 翻了好多倍 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三年半时间内 推动了中国内地独立董事制度 保证人制度 以及建立退市机制等证券市场变革 为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 以及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的流通 打下坚实基础 2018年 史美伦接行周重江 成为港交所新任主席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 就是要更多的使用者 在贸易或者其他方面 多用人民币来做结算 这个当然我们在香港 香港现在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中心 我们跟上海跟深圳 当然有一个竞争的关系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的洗手合作 会中国的经济建立一个 细节性的 细节级的一个金融中心 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制作者的